加拿大联邦政府从今天起将放宽国际旅行限制 允许完全接种疫苗的外国人 无论是出于商务 旅游或探亲等目的进入加拿大 符合入境条件的国际旅客在抵达后无需隔离14天 单旅客在抵达加拿大前72小时内 需要通过ArriveCAN手机应用程序或网站提交其个人信息 包括英文或法文的疫苗接种证明和隔离计划 快速检测报告不被接受 如果没有出示相关资料者将无法登记入境 没有出现病症的旅客才能入境 目前加拿大接触的疫苗包括辉瑞 莫德纳 阿斯利康和强生等 未完全接种疫苗 但有资格进入加拿大的旅行者 包括加拿大公民 永久居民或根据原住民法案的登记者 仍需要接受隔离 病毒测试并通过ArriveCAN提交旅行 接触和隔离计划 按照加拿大政府规定 自8月9日起 完全接种疫苗的旅客在抵达时 虽无需进行病毒检测 但仍有可能被随机抽取进行测试 一旦被选中者需完成测试后才能入境 但在等待结果时 无需进行隔离 同时 所有未接种疫苗的5岁以上儿童 都必须在抵达加拿大的第1天和第8天 接受病毒测试 与完全接种疫苗的父母或监护人同行 而未接种疫苗的12岁以下儿童无需隔离 但必须采取强化的公共卫生措施 包括14天不能去日拖或不能上学 未接种疫苗的12至17岁少年和18岁以上受监护青年 可以在完全接种疫苗的父母或监护人陪同下进入加拿大 但需要接受14天隔离 入境处提醒旅客 由于旅客量增加和因新冠病毒而需要做的卫生安检措施 将导致出关延误 旅客可能需要在机场等待3小时以上 另外 截至9月21日 加拿大暂停从印度直飞的商业和私人客运航班 从摩洛哥来的航班在9月29日前也停飞 但从印度和摩洛哥通过转机来到加拿大的乘客 如果从第三国获得有效新冠检测结果 仍可登机入境 加拿大联邦政府由今天起 放宽国际旅客行制 允许完全接种疫苗的外国人 无论是出于商务 旅行或者探亲等目的进入加拿大 符合入境条件的国际旅客在抵达后 无需隔离14天 但旅客在抵达加拿大前期72小时内 需要透过Rycan手机应用程式或者网站提交其个人讯息 包括英文或者法文的疫苗接种证明和隔离计划 快速检测报告不被接受 如果没有出示相关的资料者将无办法登机入境 没有出现病征的旅客才能够入境 目前 加拿大接受的疫苗 包括辉瑞、莫德纳、阿斯利康和强生等 未完全接种疫苗但有资格进入加拿大的旅行者 包括加拿大公民、永久居民 或者根据原住民法案的登记者 仍需要接受隔离病毒测试 并通过Rycan提交旅行、接触和隔离计划 按照加拿大政府的规定 从8月9日起 完全接种疫苗的旅客在抵达时 无需进行病毒检测 但仍有可能被随机抽氧进行测试 一旦被选中者需要完成测试后才能入境 但在等待结果时无需进行隔离 同时 所有未接种疫苗的5岁以上的儿童 都必须在抵达加拿大的第一日和第8日进行病毒测试 和完全接种疫苗的父母或者监护人同行 而未接种疫苗的12岁以下的儿童无需隔离 但必须采取强制的公共卫生措施 包括14日无办法去日拓或者不能够上学 未接种疫苗的12岁至17岁的少年或者18岁以上 受监护人的青年可以在完全接种疫苗的父母 或者监护人陪同下进入加拿大 但需要接受14日的隔离 入警署提醒旅客 由于旅客量增加 和因应新冠病毒而造出的卫生安检措施 将会导致出关延误 旅客可能需要在机场等待3个小时以上 另外 截止到9月21日 加拿大暂停从印度直飞的商用和私人客运航班 从摩洛哥来的航班在9月29日前也停飞 但在印度和摩洛哥通过转机来加拿大的旅客 如果从第三个获得有效的新冠检测结果 仍然可以登机入境 戴架构疫情 謐资金 TS 10 11 12 12